欢迎收听联合开帕的郭崇文会客室 今天来到会客室的是巴拉玛的郭篤维先生 篤维长年住在巴拉玛从事新闻工作 他曾经担任中国时报驻拉丁美洲的记者 也曾经办过侨报 现在是德国之声的特约转述 篤维是台湾少有的通晓西班牙语 长期在拉丁美洲工作的资深新闻记者 他几乎所有拉丁美洲的国家都跑遍了 也替台湾读者打开对于拉丁美洲的理解 篤维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丛维兄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海地的总统最近被刺杀的新闻 但是刚开始之前 我想请篤维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为什么会在巴拉 事实上我在1984年以前 我是在巴拉运河工作 我是电力系统的负责人 工程师 后来在84年 我首先进了当时在洛杉矶的国际日报 随后呢就一脚踏了新闻介织 然后到92年 因为这个东美都基本上没有一份正式的报纸 是 就是当时是用 写科纲版 现在很多人大概不知道什么叫科纲版 那个科纲版有印的报纸 那不是我办的 92年我们办了一份报纸 然后到99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就离开了报纸 我就把我 我就退了股 我就离开了报纸 后来我就见到东西 在这中间 1985年的时候 我是中国当时开放 我是第一位拉丁美洲到中国大陆去的华文记者 被请过去 我事实上从北走到南跑了一趟 当时中国才刚开放 当然就这么一 就这么跑一趟 当然也就上了黑名单了 是 我在台湾 我一直到解缘以后 才能够回去 这是一个大的前期 后来 当时您在中时 我很高兴当时您是我的这个boss之一 那个 一直到 离开了中时 2013 后来进了英广中文部 也是特约记者 然后到2018 2018年发生两件事情 在我个人的经验上 第一个就是 当时 我在台湾被民进党的这个 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宣传喉舌吧 我列到这个 说是我是中国记者 说我是刻意丑化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府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记者 我知道现在我都没有拿当地的护照 40多年 回到现在这个海地 我在拉丁美洲 在墨西哥 在尼加拉瓜 在巴拉马当 这最久 都住过点 然后 跑过所有的APEC会议 所有的台湾的元首出访 甚至于 比较大的国际场合 我都会去采访 这是我一点点经验 每次如果元首出访的时候 都叫麻烦 赌维 赌维就是在 整个拉丁美洲 我们基本上 那个时候元首 一年可能要去一次到两次 那他是最通晓当时的情况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曾经有去过海地 到那边去采访那边的工程队 还有台湾跟海地的双边关系 你那个时候的印象是怎么样 事实上海地 我就是说采访去了两趟 后来我自己也去了一趟 我自己去那趟 还是从多明一家进去 走的路路非常危险 然后那个当时的印象是 在2010年大地震之前 海地并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甚至于在三年以前 这个海地两年以前 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最大的主要的关键 就是现在这个总统 刚刚被暗杀的总统 7号被暗杀的总统 他本身待在这个位置上 中间有一个所谓一年的 所谓的差异 他坚持是要做到2022年 但是从他当选 人家给他当选证书 5年应该是2011年的2月 他这一赖 好了 这个国会里头 他也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说把这个国会 慢慢要把国会取消 他的目标就在今年9月 26号大选之前 要把国会的两院制 变成一个单一的国会 他可以更好的控制 结果没有料到 7号就被暗杀了 所以现在海地就像您所知道的 大家也都应该都看到了 现在有四位都可以被称作是领导员 或者是总统 代理总统 但这个问题最大 最大的增结应该还是 他的一个法治 在他这一年没有下台 在这一年期间 基本上法治已经是荡然无存 才会衍生成今天这个局面 是 他这个总统 甚至国会已经到了 他都不改选 所以现在国会里面缺席的人数也非常多 根本就开不成会 对不对 国会前两天 大概几天 大概十个人 十个人里都有八个去投票 其他的 其他的百分之 大概百分六七十都 完全不合法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海地自从他被暗杀之后 被谋杀之后 现在海地的问题必须要及早解决 要不然9月的大选 我们都会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我们所知道的 刺杀总统的情况是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 住在佛罗里达 一个海地级的医生 Sanon 他雇用了一个保全公司 招募了二十几个哥伦比亚的佣兵 这些佣兵到海地上面 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 现在各种说法都有 有说是要保护这个Sanon 他本人有人说是要拘捕这个总统 还有人说是最后任务转变成刺杀总统 你知道的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现在从当地的还有这边的朋友 还有媒体朋友 他们从海地传出来的 跟西班牙文 可以看得出来 Sanon这个人 并不是真正的 假使说他们说他是幕后主持者之一 他并不够资格 他不够格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位常年住在玛米的这位63岁的医生 他在几年以前曾经按照美国的Chapter 11宣告破产 所以以财力来看 以他在他国内 他常年在玛米 以在国内的影响力 不能说他挂零 也许差不多要掉车位 因为海地国内现在可以讲 就是很像当年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 或者财阀 割据 海地现在每一样 比如说电力 比如说进口 不同的行业 后头都有一个家族在把持 所以最近传出来就说 这一次哥伦比亚 我们说哥伦比亚政府到今天正式确认了 一共有21名哥伦比亚人进了海地 已经有三个人被 所谓被杀掉了 然后哥伦比亚调查的小组 他们的司法部 他们的外交部 他们一个联合调查小组 一直提出来就说 这件案件 中间有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的 就是总统遇害的时候 中间有一段空宅 然后海地政府丢出来 这个人本身不够格 所以他们现在 包括美国在内 我看到有报道 已经把焦点转移到总统府的社会长 我们叫台湾叫社会长 他那边叫安全的负责人 主任 这位主任 在去年五月 还有今年元月 去过哥伦比亚六趟 他本人在海地 开有保全公司 他跟这次在Miami那家 被点名的 去这个21人里头 19个人买机票的那家 CTU CTU CTU的一个人 有个负责人 用私人的信用卡 买了19张 由伯格大到 太子港的机票 然后有两个人 就是这个 Sanon从Miami 用私人飞机 带到太子港 他在六月初就到了 但是有一位 就是已经卸任的参议员 叫做Bernoy 他就讲 他说这批哥伦比亚人要来 上个月 政府就是 莫伊斯政府已经宣布 他们请了一批这个 哥伦比亚有经验的 叫做Commando 就是突击队的这种 所谓高手 要去训练海地的部队 哦 是 所以这批人 这个前参议员就说 这批人到底是不是 那批请来的专家 怎么到海地之后 突然变成杀人凶手了 OK 所以这个争执 这个争执现在很大 但现在一个关键 明天13号 这位总统府的 所谓的 就像我们台湾所谓的 社会长 负责安全的 明天总检察长 要召见他 要叫他 就是要问他 你在这个案发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们的人在哪里 你这个总统官邸 从这个底下 就接近我们台湾大使馆的 这个大马路 到总统官邸 有四道关卡 请问你 你们的人在哪里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整个的突袭行动里面 这些总统的侍卫 连受伤的人都没有 更不用说死了 那这些人难道没有抵抗吗 然后这些佣兵在退出的时候 也没有追捕 这些人是 发生什么回事 对啊 所以这个海地人就说 你们现在海地政府丢出去 抛出来的这种 官方版本 什么我们抓了多少人 哥伦比人来了 他们是来暗杀总统 他说这完全是延误的 但我没办法听任何人讲话 我只说我们把海地 现在最新的这个状况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 所以明天问了 而且从海地人传出的消息 美国也锁定了这个社会长 不是说他干的 而是要他解释 他的保全公司 为什么跟那家公司 有业务来往 对 但是我的问题是 你现在如果说 二十几个哥伦比亚傭兵 半夜一两点 偷偷摸摸的摸上总统的官邸 那他们的动机又在哪里 他们自己在波克大 尤其波克大人 在哥伦比亚波克大人 有一份叫做 所谓的时报 他们就访问了一些家属 他们的亲戚 他们的亲人在到 要所谓出任务之前 出任务有两个想法 他们的亲人说 我要去站岗 我要去保护 我要保护的人 海地政府就说 出任务就是这批员人 去杀总统 对 他们的亲人说 他们在透过这个WhatsApp 或者透过其他的这个软体 跟我们讲说 要去执行 要去干什么时候 不管是写的东西 或者是口气 都非常平静 就好像我们 年轻时候当兵的时候 我就站岗去 所以他们说 发展到现在 所以哥伦比亚政府 昨天发表了一个 十分强硬 一个声明 外交部 哥伦比亚外交部 和受害者 遇难者的家属 站在一起 这明摆的就说 你们这些人是 在海地受难 遇害 而且现在被抓的18个人 要提供领事保护 领事保护就等于说 你们不要再动这18个人 所以这件事情 海地 因为我以前去的来 看现在的情况 尤其是台湾大使馆 这件事情 这批人 当然是以 我所听到的 或者看到的这些报道 这批人在当时上去了以后 被他录影的时候 是2点33分 大概发现 一开枪 或者是里头人开枪 或者是不知道是谁开枪 这批人往外四处逃窜 完全不像是一个commandle 像一个突击队那样 是 还会有11个人 一看 路口那栋房子 看样子没什么人 就闯进去 居然在台湾大使馆 是 这种乌龙真的是 其实 其实 我想我们暂时可以把台湾 当然有这种网上 有人在说 你看台湾大使馆 也许是幕后什么这个 这种 这种1450的这种说法 基本上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 这可能性完全不存在 就是因为台湾大使馆 距离总统的官邸很近 还在下坡那里 就在他路口没多远 而且台湾大使馆 只有一名警卫 还是两名警卫 而且没有人上班 是 而且那房子地震也会新盖 是 人家一看 这房子也挺亮的 还不错 11个人就翻墙进去 是 是 好 那你刚刚说 这个迈阿密的医生 其实看起来根本不像是 有这个财力 或者是 他的身份可以作为主使者 那后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主使者 那这些主使者跟现在目前的海地政局 这些自称是合法继承的 这几个人 有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现在整理出来一个 那个以当地的 这个他们的这个 就是比较熟的人讲的 提供一些资料 所以这个Moyce总统 这四年来 得罪了三大 三个 就是输了三个主要的敌人 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国外的 国外的敌人 第一个是 我讲讲 您大概觉得很好 第一个是 有一个家族 他是掌控海地的电力系统 海地所有电要跟他们 我提醒您一下 Moyce总统跟大家讲 他院内 这四年院内 最大的这个攻击就是 从台湾拿到的 一亿五千多万的电力系统 请问一下 你在一个现有的 被人家掌控的手里的 电力系统之外 你去搞另外一个电力系统 OK 直到我们不能提 不能批评 说台湾的这个援助 到底是 一个什么借口 一个什么考量 去同意 带给他这个钱 帮他修电网 在一个电费 都付不出来的国家 你去修电网 OK 我想我们外交部 有些人大概可能要 去上 那个经济001的课 我到海地去 这三次 接上一个除了满地垃圾之外 有个最好玩的 我记得我当时可能也跟您提过 我还发过照片 一个电表上面可以接十几条电线 偷电 然后电线上面还可以再接别的电线 你可以想象出它供电的情况 还有偷电的情况 OK 我到现在为止 我跟有些新闻界的朋友在那聊 他们都说 你们台湾不是在这个太阳能 在其他这方面 是顶尖的吗 都是 在世界上 我们在拉丁美都很清楚 你们在这上都是一流 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 送给他们这个太阳能的系统 就是一个小村庄 学校里头给他装点太阳能系统 你们去花了一五千万美元 帮他修这个电力系统 然后让他去得罪 No.1 一个最大的队伤 就是说你踩到人家的线 对人家踩入 对 第一个 第二个是 有一群参议员 有国会的 每一个都代表了 基本上都代表了一个 所谓行业或者是 就是他的利益团体 我记得在海底的时候 我去 我们到超级市场里头 80%东西从马亚运运过来 20%的连鸡蛋都要从多名家运过来 每一样东西 每一条线都有一个后头都有一个 就是他的生财工具 你想那国家怎么走出 他的困境 所以这次的海底 除了那个 大家说贪污什么 这个问题之外 最大的一个呼声叫做 把所有的叙利尔人 把所有的黎巴嫩人 这些财阀赶出去 他说海底独立217年来 吸血吸得最多的 当时法国 法国当年要他赔偿 后来最近120年来 吸血吸得最干净的 就是那些 所有的那些进口 负责进口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 里巴嫩和叙利亚后裔 还有迈阿密的西班牙裔 对这国家 我讲回来 刚才这群 我讲的是参议员 国会议员 就是因为这样子 跟摩伊斯 完全是对着干 摩伊斯要修宪 要改成单一国会 他就断了这些人的 政治前途 这是他得罪的第二个 就是当地人说 他最不应该得罪的 就是这两大集团 电力 还有这些进口 食品 进口 电材 所有东西 这批政客 这很多是所谓的 叙利亚的 讲法语的叙利亚 第三个 当地媒体讲 最不应该得罪的 十几年以来 二十年以来 海地的石油 海地的燃油 海地的汽油 天然气 全部是一家 查维斯的 加勒比石油公司 就是以半买半送 半贷款 第一例 甚至不要利息贷款 只要拉拢这批支持 它革命的人 在拉丁美洲发起 这种革命的人 他说 因为过去四年 跟川普跟得太近 完全断了这个路 而且不单是断了 跟委员拉的联系 断了跟波利维亚 还有加勒比一些国家 南美洲 这些亲委员拉 亲查维斯 现在亲马杜罗 这批人的关系 生意都不做了 结果 委员拉 在马杜罗 也不是省油的争 他就把 摩伊斯 还有他的 摩伊斯总统 还有他的身旁的人 从加勒比石油公司里头 拿了多少钱 贪污了多少钱 多少钱 就是账算不出来 他把文件通通丢出来 这是去年丢的 摩伊斯总统 从那时候开始 人家就给他戴一顶帽子 全拉丁美洲 贪污最严重的那种 他就不用玩了 所以他这上头 他是做了很大 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在完全没有 本钱的情况下 去跟他的金主搬连 他金主 断了他的油 没关系 把他贪污的所有证据 透过媒体丢出来 断了他的总统路 然后当然还有最后一个 最有名的 太子港有名的 所谓九大家族 犯罪集团 叫做G9 G9家族 G9家族的 这个负责是一个前警察 叫做Jimmy Chalice 这个基本上 是不是就是一个帮派 是一个黑道 他是九个帮派的头 但是最糟的是 摩伊斯居然跟他勾结 居然容许他去绑架 这个绑架大 那么要给几万美元 小到天20块美金 50块美金也要 所以就搞到最后 摩伊斯本身已经撑不下去 摩伊斯被杀了以后 几个钟头以后 在多名家边界 摩伊斯跟这个 这个黑帮的头的联系人 在那里被捕 那时候多名家已经把边界关了 他也出不去 OK 所以这个背景很相当复杂 但是可以看出来 摩伊斯本人 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野心太大 但是本身程度 还本身财力 还本身民众支持度 民众支持度 被委内尔拉把他干掉 被这些财阀把他干掉 所以这一次 你现在状况来看 这次这个叫做Sanon 说的也许没错 他带了两个保镖 是他私人保镖 从买命六月初回到太子港 他已经很久没回去 他说当时 这些人是保护他的 后来这批人到了 到的人这里有些人说 我们的任务改变了 所以他们一到总统住宅 官邸那边 私人官邸 被攻击的时候 马上有人打电话给Sanon 到底怎么回事 反正是我们受到攻击 所以这是当地传承的版本 我讲的不算 我是综合了这个 但是 美国也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美国当 就是今年年初 大家要摩尔斯下台的时候 美国心里大概就想说 多一事不多少一事 你就干到明年吧 好了 结果现在变成 海地的情况就变成这么一样 是 完全是 本来这人 你目前 你听这个人的 他旁边有人讲说 他们只是想把摩尔斯 驾到总统府去 很可能就是说 当他到总统府发表 他要下台 是 这个是很有可能 因为原来 要不要带他去总统府干嘛 对 他说可能是要他下台 但是没想到他们到那的时候 据他们跟着别人说 摩尔斯已经躺在地上 身上12个弹孔 眼睛被打出来了 所以这次就提到摩尔斯的太太 对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受重伤以后 到迈阿密医治以后 三天以后 他竟然发表声明 好像是要继承 他自己先生一波的味道 他的动机 后面想法又是什么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句名言 一个成功的男人 对不对 背后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人 我也是能从一个卖香蕉的 开香蕉园的一个小地主 能够混到能够做到总统 没有人在他旁边 帮他四处去串联 帮他四处去去 台湾讲抽原子汤 哪有那么容易 但是他就是所以说 这位太太 这位夫人 他在美国就说 要继续奋斗 意思就是不能让总统白死 那下一句应该要讲 就是说九月你们就选我吧 但是问题是现在是这样 九月要出来的人 第一个九月大选 能不能选得成 第二 后头这些 现在被抓的另外有两个人 海的警察总监就不讲 后头那两个人是谁 一般相信他不敢讲 很可能就是这些大裁罚 当然我不知道 不过基本上 可以排除是所谓政府的干预 不管是美国所谓的这个联邦 歧途局 DAA或者是所谓的外国使馆 台湾 我们台湾使馆 这个目前看来可能性非常之低 而且拜登政府 拜登在 拜登在当参议员吧 1994年的时候就讲过 人家把他的录影弄出来了 他说海地这个岛 要沉下去 要浮起来 算是因此 意思就是对他 对美国一点影响的 所以现在美国当时 已派了他的这个CIA 或者是 就是DAS 这个国防安全部 我参议员昨天已经到了 协助调查 然后大家说 那美国出兵好 美国 我想美国听到 他还递个响 别了吧 别又来了 养你们养了十几年 所以 提到这个 我想要提一点 好像现在媒体报道 都比较没注意的 从201年大地震 我们来看海地 当时死了30万人 150万人 没有饭吃 没有房子住 70%的经济 完全崩溃 当时海地地震以前 全国只有30个红绿灯 三步电梯 一步电动手扶梯 就是当时 没地震以前 已经是这种状况了 我记得当时海外工程 在海地 在太子港修一条公路 去了一条市区内 主要干道 这是台湾的 荣公处的 那个海外工程 是 空车那天 有红绿灯 红绿灯底下挤了一堆人 说 这漂亮 又红又绿又黄 这个是那条街上 唯一的 唯一的一座红绿灯 晚上啊 有人就围在附近 在那捺凉 在那看灯 所以你看看当年的情况 但我们来 要谈这个海地 一大地震的教训 我现在主要是要讲 就是说 为什么海地经济到今天 会变这个样子 有一个很有名的西班牙记者 不记得他名字 他当时讲 海地在180 1804年 是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到2010年 38秒的地震 把它从一个独立的国家 转为一个完全靠外援的国家 自己完全放弃希望的国家 然后当时美国总统克林敦 在蒙特罗发起了一个 就是全世界来救援 大家来募款 当时刚开始的这个承诺款项 是150亿美元 我这边有个小统计 150亿美元中 60%的 这个美洲国家组织代表说了 他说60%的承诺没有到位 20%的钱进了海地 国库以后 入藏以后就被转到国外 19% 深圳进了海地的国际组织 救援组织 包括红十字会 世卫组织 还有超过1000个NGO 全世界的所有非政府组织 通通到了 大家好像赶庙会一样都到了 当时海地的政府被人家称作 非政府组织共和国 非政府超过1000个NGO 比海地所有单位加起来还多 然后我们再说 真正150亿美元 只有20%进了帐 19%进了国际组织手里 到海地 真正用到海地人手中 1% 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年海地是完全经济 是这11年来完全是全靠外援 大家都怕了 没有人愿意帮忙 我最后就是想问这个事情 我们跟海地一直是有邦交的 我们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是拿出援助给海地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很多人也在讲我们是不是还继续的应该要维持邦交 把这个钱丢到这无底洞里面 那现在大陆有可能会跟海地建交吗 我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来讲 目前海地还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邦交国 是有超过1000万人的啊 这个比起其他的邦交国都要大的非常多了 我们是不是舍不得这样子邦交国是断交的 我们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我就跑过那些经验 还有这十几年来二十年来看的这个经验来看 我们也又说回来了 邦交国的数目重要吗 当然对台湾目前处境来讲还算是重要 但是我我们的海地有 我认识有三位 刚才现在都已经离职的大使非常好 包括吕庆龙 还有另外几位国内最近都有提到的这个大使 大家很努力 大家努力怎么样 总统要他们家乡要一条道 要一条公路 帮他说一下 他们那个几个城市学生没饭吃 我们给他大米给他饮饿午餐 哪里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尽其所能给的 包括这个台湾现在政府给他 海域的这个电力网的一亿五千万 刚才说是贷款 还不还得了呢 当然以后再说 这个国家以目前来看 像地震以后 中国大陆维护部队马上就跑 中国只要提到海底 一想就是非洲 中国现在虽然是邦交国 他也 以我个人看 多你一个少你一个 这种国家 还是别碰了 但是假使你说 新的总统要自动送上门来 我想他还是会收 你看沙瓦都那么穷国家 他照样去发把银子 帮他修这个修那个 所以我们的援助 我的建议就像我刚才讲电力系统 我们应该 人家开出单 人家开出一个条件 我们应该好好思考 比如说你所有村镇需要电 那没关系 我给你每个村镇里头 学校 办公厅 我给你电太阳能 海域的太阳非常的毒 江泽比海太阳非常可爱 太阳非常的毒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然后所以就说 比如说电力网 我们给他的援助 海底是就像您说 这是一个五体洞 但是我你个人 我到关东海底内地 到了他的海滩 19世纪的时候 海底叫做加勒比海之珠 珍珠 真是漂亮 我们台湾 其实帮助他的内地的 就是说 还没有开发的这些观光旅游 就好像古巴 要走古巴的路 划出一个旅游特区 外面人进不去 有外国人 飞机直接飞到特区的机场就进去 不想可以振兴他的经济 可以帮他的忙 海底真正需要帮忙 我们也算是他一个 可以讲是几十年来 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朋友了 总不能看他这样下去 但是他的政局 他自己必须要帮助自己 要不然他自己站不起来 谁也扶不起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跟赌维谈了一下 关于海地的相关情况 以后有相关的问题 还是想请教赌维 今天时间不够 不能谈到古巴跟亚拉瓜 现在这两个问题 也真是在拉丽美洲 是热点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谈 谢谢赌维 不客气 崇文青 谢谢 各位再见 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搜寻 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 邀请您订阅支持 Finiz 关于 4